港大橋斷橋後 總統蔡英文6號二度 造訪南方澳 在內政部長徐國勇 交通部長林佳龍等人陪同下 走訪蘇澳港碼頭 除了聽解報之外 我也有跟我們在地的語言 有座談 那他們也希望說 在整個重建的過程 能夠讓這個南方澳與港 也可以並來做整理 蔡英文承諾加速斷橋拆除 開出更大航道 方便大型雲船進出 低調走訪南方澳 隨即轉往南天宮 尚香祈福 面帶微笑 一一和地方鄉親握手 展現親民作風 面對柯P表示 民進黨的選舉戰略 使用降溫戰術 把投票率降低就能獲選 小英卻認為根本放錯重點 現在的責任還是國政優先 畢竟現在的總統 必須要把國政處理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會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去提借最大的支持的力量 讓我們在處理很多國政上面 有更多的支持 展現親和不遺餘力 一個下午行程排滿滿 隨著選戰開始倒數 小英的作戰模式也被受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